日本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为了侵略也为了资源 他们仅用一年时间就已战略中国半壁江山 当时的巡猛攻势似乎正在验证着他们的矿研 即将成为现实 就连欧美国家也对中国抗战持悲观态度 但是就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结束后 日本突然打不动了 甚至还拖了七年之久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937年7月7日 日本侨气罗古侨事变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由于敌强我弱 日军在中国猖獗一事 打得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再加上有些部队的不抵抗 使得清华日军一路难下 直到攻占了我国的武汉 才使得他们的步伐变得缓慢 甚至停滞不前 武汉会战被称为是东方的马德里保卫战 是抗人战争战略防御阶段 中日两国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战役 尽管这个会战被称为武汉会战 但战场便及四个省会 因而中日两国投入的兵力 与伤亡人数不再少数 中国军队不屈不挠 先后跟日军对抗的战斗不下摆子 总共投入14个集团军 50个军 约110万人 日文军队投入了约30万人 在武汉会战前夕 周总理等人特意在武汉发起了 全民大险金运动 战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 后方支援力量也不能松懈 此消息一出 武汉市民们纷纷前来捐款捐物 小到报纸临钱贯的孩子 大到步履盘山的老人 不管手里有多少钱 他们都悉数捐出 甚至有的民众 便卖家里的银具还钱 献出祖传元宝 只为让前线的战士们 能用上武器 吃饱饭 打日本人 有的小孩子觉得自己的零钱太少 在现金台线糊了起来 爱国之行 人皆有之 最后 这次现金运动 募集资金达到百万元以上 极大的鼓舞了军队的士气 战争一旦爆发 那么牵扯到的不仅是陆战 还有空战和海战 因此 除了陆军部队英勇抗敌外 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战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 苏联航空支援大队前来配合 协助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 好战长空 大战棋子 尽管在日本看来 博方的各项实力都不如他们 但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 中国人迸发出的斗志 是不可估量的 最后 我方机会日记78架 炸陈日舰23艘 强有力的保障了陆军作战 不受日军海空战队的影响 分工合作 不管放在什么领域 都是最高效的解决方式 在人民的后卫支持 与海空军队的辅助下 中国军队的事情愈发高涨 就算日军手里 有着先进的大炮飞机 想要打败我们 手握大道的中国军人 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武汉会战中 日军迟迟攻占不下 第68军阵地 子弹打完了 我方战士们就手持大砍刀 近身击杀 丝毫不畏惧对方的枪林弹雨 砍上300多个士本兵 日军舰用武器打不过 肉搏还落于下风 开始发挥不要脸的优良传统 在战地上投放毒气弹 我方战士死伤无数 日军逼迫我方投降 皇下儿女 从不向外地低头认输 战士们硬折不去 最后全部被恼羞成怒的日军杀害 而此时的日军 早已是强怒之末 想要尽早占领武汉的计划 竟然缓慢 直至第938年10月底 日军才完成了 东北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 局面逐渐明朗 虽然国军 也让日军付出惨重代价 继续战斗下去的话 输赢还另到别论 但是我方从长远打算 为与日军进行决战 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 保存了有声力量 让兵力所剩无几的日军 先沉浸在让来的喜悦中 最后再慢慢收网 据统计 国防伤亡40余万人 日军伤亡25.7余万 这数量相当于 他们当初派来的部队 都快全军覆没了 可以说日军的这次 完全就是产生如败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 不是日军打赢了战争告终 而是以国军 主动撤出武汉宣告结束 因此 这场战役 就算是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 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 但他们最初定下的战略计划 并未实现 算得上是捡了习惯 丢了不可缺少的芝麻 原本 日本的战略计划 是从东北三胜切入 南下沿海一带 向中原地区快速推进 同时借助东海的制海权 协助陆军从上海登陆 然后向西推进 与南下从广州进军的 日本关东军会合 日本认为 只要攻占汉口 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但是他们小瞧了中国军人 更小瞧了 我国领导人的战略布局 中国不会因为武汉 广州的失守而屈服 更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势 而放弃于自家的领土 日本清华战争是非正义的 胜利绝不会属于他们 武汉会战结束后 日本想实施下一步战略 这才发现 他们早已偏离了正轨 随着战线的影场 本就被打得 没上多少兵力的日军 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还想进行 像武汉会战这样 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他们刚带兵 走出自己战略的区域 就会被国军打得暴头鼠窜 因此 中国的抗战 有战略防御阶段 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 而原本想速战速决的日军 此时也必须进行 打脸的持久战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豪烟壮志 算是彻底实现不了了 原本 日本将进攻和防守的重点 放在华南地区 不过华南多旧岭山地 地势险峻 日本要想速战速决 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那就只能打漫长的维坚战了 维坚就代表着 所有路线全部封锁 一条能通行的道路都不留 切断华南地区一切外缘路线 于是日军在原有的战略基础上 另加上一条进攻路线 借助海军登陆海南岛 强化日本联合舰队 对南海的封锁力度 然后将重要的缅甸公路封锁 彻彻底底 把整个华南地区封死 但这时的日本 就算再怎么折腾 也无法将中国军队 困死在自己的包围圈中 他们的战略计划 也早已在武汉会战之后 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让日军陷入疲态 再也没法蹦跶着 主动出击的原因 究竟有哪些呢 我们都知道 日本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国 看地图都要好好找一找 一旦和地图距离远了 可能根本都看不见 而日本不但国土面积小 人口也少 要不然这么小块地方 哪个猪啊 可是打仗打嗨的 前线日本兵双耳不稳 自以为有了先进武器 就能迅速攻击中国 这夭夭大过 甚至还将战线拉长 这就导致他们作茧自负 就算有时间 从后方调来兵力 但本就人口稀少的国家 哪来那么多用不完的士兵 再加上松沪会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极大地消耗了 日军的作战实力和金瑞部队 手头剩下的有伤力量 更是少了可怜 原本他们就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 所要管辖和维护治安的地方就大 投入进去进行管制的兵力也就多 想让他们一边护着手里的西瓜 一边还要继续裁斩 那只能是两头数 啥也得不到 因此日军只能守着手里的战果 实在没法分审 进行快速枪攻了 同时日本本土自然匮乏 当初之所以想要侵略中国 也是看中了中国地道物博 资源丰富这一点 如果他们最初不是占领了东北 根本无力继续侵略中国其他城市 不过让日本人头疼的是 就算他们占领了东北 也不能迅速将东北的丰富资源占为己有 仍然花了好几年时间 才消化了东北 毕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胡乱吞 少有不神 就能把他这个小小岛国给噎死 但是日本的野心太大 有了第一次胜利 就急不可耐地继续扩张 推进的非常迅猛 可野心带来的 除了从不属于他们的成果外 还有的就是消化不了 中国辽阔的土地与输个城市 根本不是他们这个 一天就能逛到边的岛国 可以一口吞下 消化干净的 因此 还不等日本有时间有精力 把占领区的资源进行转化 中国人民已经奋起反抗 捕捉力量日益活跃 日本这算是火烧屁股了 一边来不及有效地对占领区进行消化 另一边还要两头堵 不仅要分出精力去维持战领区的秩序 还要和中国军队进行对抗 这就导致他们手头现有的资源消耗严重 军事力量愈发削弱 陷入了战争的泥潭 除此之外 迅猛的攻势 不仅能带来想要的胜利果实 也会攒下一张张军费开支的账单 有得就要有所事 据资料显示 日本清华战争进入1938年时 日本财政就已经入不敷出 战前准备的物资和积蓄 也以消耗殆尽 所以日本越打越吃力 但是谁会眼睁睁的放弃 放在嘴边的肥肉呢 日本就算想放弃 但也舍不得呀 所以只能咬着牙 硬撑下去 为了弥补战争资源和财力的不足 日本再次展开无视掠夺 队内掠夺日本百姓 对外在占领区进行抢掠 完全是拆东墙 补协强的做法 只为了补上在中国战场出现的补给大漏斗 但这种接责而鱼的方式 只会使得后续发展越来越糟 因此日本在中国战场上 非但没有快速取得胜利 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疲态 那个补给洞也越来越大 怎么都填不满 所以啊 就算日本不扩大战争 一直这么耗下去 最后的结果也只会是 被中国拖垮 狼狈离场 众所周知 当初的那些国家 之所以选择欺负中国 就是看中了我国工业力量薄弱 觉得好欺负 日本就是凭借机械化部队的优势 在东部平原地区 占尽了优势 打得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但中国的领土 不是那么容易被侵占的 中国军人更不是 日人宰割的羔羊 等到日军推进到 中国中部地区时 机械化部队的威力 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日本就那么小一块地方 地形单一 日本军没有见过 山地丘里也实属正常 于是在地势陡峡 从临河湖密布的中部地区 中国军队依靠地形优势 打得日军没了脾气 狠狠出了口恶气 就算日军手里 握着先进的机械化装备 又怎么样 在这里照样是一块块废铁 猖獗的日军 虽然频频发动进攻 但在湖南 重庆 陕西等地 接连遭到重挫 搭进去不少兵力 还没什么进展 在三岁长沙会战中 中国军队消灭了 十余万日军精锐 沉重打击了日军的 嚣张气炎 还有就是 日本所需要的工业产品 无法从当时 工业落后的中国本土获得 因此 不管是武器弹药 还是燃油不及 日军都需要从本土 或者满洲 千里迢迢地运到前线 这期间不仅需要 漫长的等待时间 还有刚昂的运输成本 但是吧 日本的工业产能和运力 又严重不足 就算真的能运过来 也无法保证 前线送战部队的作战需求 战争从来没有说 武器子弹不够用的 就怕拿少了 最后只能被迫挨打 可远途的运输量再多 能多到哪去 所以日本就很难 在后续不解量不确定 不充足的情况下 在前线组织起大规模建构 随着战线的持续拉长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日本也就越打越费劲 至此占据地利的中国军队 在局部地区逐渐占据优势 最为重要的 日军除了没有坚实的后备力量 就连进行战略制定的领导人 都产生分歧 尽管日军在另一次大规模战役中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大多时候的抉择 都是由前线军官直接下打 远在本土的政府领导人 陆军部和前线将军们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战略分析 而前线将军为了争斗功劳 常常采取冒险激进的策略 日本陆军内部恶劲竞争 也是日军建立极态的原因之一 因此 无论前线日军取得了多少战术上的成功 他们都无法扭转战略上的错误 日本战败是注定的结局 抗日战争初期 许多大国都是站在旁观的立场 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 中华人民的反抗热潮不断涌起 中国军队的应用体现 在世界范围内 也引起了愈加积极的反应 于是许多国家处于各种考量 开始向我国供给帮助 在这些国家里 对我国帮助力度较大的国家 党属苏联老大哥 他不仅向我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 甚至还派出军事参谋和战斗人员协助我国 苏联援华航空队还直接参与了战斗 此外 中美两国还签订了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的协议 决定在印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 开通一个空中运输 之所以签订这个协议 并不是因为新薰来潮 当时的日本攻陷缅甸 因此来切断中国军队 获取其他国家援助物资的 唯一一个陆上交通线 缅甸公路 中国没了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物资 仅靠自家存有的物资 不足以长期与日本耗下去 只能够维持短短几个月 就算日本一时间 无法将整个中国攻陷 但是长此以往 我们不愿面对的败局 总归是有可能出现的 因此为了保证 中国军队的后续不计力量 继续与日本对抗下去 中美两国签订协议 决定联合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 至此 二战期间诞生了 举世为名的驼峰航线 又命死亡航线 在这条航线上 运输物资的飞行员 面临的不是美景 而是危机四伏的山峰 不可控的暴风暴雪 是他们的敌人 可以说驼峰航线 是无数个英雄 用生命来维持的补给线 是无数架飞机坠毁 换来的航线 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 30块纪念碑的60面上 一共刻着3300个烈士的名字 其中有2200个美国人 虽然现在的美国 对中国存有极大的恶意 但这些将生命献给 中国天空的美国飞行员 每一个中国人 都会对他们表示冲击 而中国将士 便用他们的先虚证明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可以征服中华民族 对中国有 jeg不适合 Code 就可以接触中国